那不要喝好不好 那有些人就跑掉了 师父说我又没收你钱 后来他干脆把门锁起来 你们不准跑 你看这样是训练的 要不要下回我请他出来好不好 好人家已经往生了 我来训练你们好了 但是你们会发疯的 我有得到真传 那是各位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修行不如此的话 真的不行 真的是言道你想要发飙 你喜欢东还叫你喜欢西 不然你怎么破我执法子 师父我喜欢念佛 不能念佛 为什么不能念佛 执着就是错 念佛没有错 这是这样打出来的 所以老实说我现在还没有什么这种 入室弟子 很难的 因为我一这样子发飙 师父精神又有问题 因为我真的是很利 因为我是被利打出来的 从我爸爸到我师父 没有一个不利的 所以后来我就很喜欢跟这些 有他心通的法师在一起 那我就解决了 因为我不喜欢虚伪 所以知道我怎么想 直接打窗户 因为我要修行 我不喜欢讲假的 各位来 玩真的好不好 这是佛教里面的身心 真心 这样去做 你既然身为佛教徒 你没有资格生气 排斥 骂人 因为这是真的 所以不能为了钱 为了名 为了情 当然 虽然我是如此 要求自己 但是我不会要求别人 当然除非你是我的 你叫我师父 我就没办法 很多人不收徒弟 师父会被徒弟气到中风而死 口吐白沫 死得很难看 所以很多人都不收徒弟的 那真话长老跟我讲 包括绝狂长老 不行 我传法给你 你负责要传法 传越多越好 多子多孙 不然以后施工谁拜 像我真话长老一哥这样说 我帮你梯度 传法给你 你要 收多一点 以后我坐在那边 你还给我盖个祖师殿 我到现在还没盖 因为我是朝洞中的了 正宗少林寺 这样 所以我的师公说 现在台湾也没有什么 正宗少林寺 人家还不知道我们是朝洞 搞不清楚 那我是来台湾的唯一祖师 海涛啊 看你了 不是我师父要 师公要出面 而是他认为 这个传承要下去 虽然我们师公是念佛的 但是念佛也不离开空性禅 对不对 所以 这些是一个佛教文化 中华文化很好的传承 但是我觉得是说 这种严格 利 那是我们修行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就变成一个末法 所以 我想利用早上的机会 我们守戒律的目的呢 是为了训练心叫定 定 你要很清楚 定就是很清楚 对跟错很清楚 所以不让心里有错的部分 要让心里保持在正确的 叫定 禅定 然后对错很清楚 还有会 超越对错 接受对跟错 虽然你知道 这个是对 那个是错 从外表到心里 什么叫会 会就是 你骂我 我也一样 你称赞我 我也一样 因为万法 没有分别 所以各位 如果你内心有一点烦恼 代表你没有智慧 你不能接受这个变化 代表你心里有状态 空 就是接受一切 平等一切 超越一切 更重要的是 了解一切 花 怎么用 清清楚楚 怎么擦才漂亮 对不对 这个叫智 智是懂得善用它 同样花十块钱 你要花到精华 但是却没有分别 十块跟一亿 对你来讲没有分别 但是你懂得用一亿 也懂得用十块 合起来叫智慧 但是你要有智 必须要有慧 所以叫慧解脱 你要有波罗波罗蜜的 了解万法的本体 然后你再重新去组合它 可以 那什么叫有空性的 没有个性 因为先放下 然后好好利用这个深口意 这个道气 那去利益众生 身相要追求 向好庄严 口业要有泛因 心 这一点我要强调 永远让别人感受 你是一个善良心的人 好不好 有爱心的人 无害心的人 不管你今天担任什么角色 你都不会去伤害别人 就像一只永远摇尾巴的 哈巴狗 你小偷来 还叫摇尾巴 要有这样 因为它没有分别 管理是主人 小偷 反正你是人 所以 那我想各位 内心里面要如此 所以你回去 要告诉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公司 你们背叛我 伤害我 我都不会报复 这是戒 进一步我内心不会抱怨 这个叫定 第三个 我还继续爱你 叫会 关心你 那我这样说 戒定会是 用在你的心里面的 让别人觉得你是 无害的 无对立的 还持续的 关心的 所以我想 我们现在要守的是 身口意 十善戒法 那这个十善戒 那既然你要守 你千万不要 又开始 表现那种过去的 口业不好的 意业不好的 所以修行是自我征服 自我征服 各位你超度的时候 你要把冤亲在主 当作你 爱冤亲在主 超过这个本人 这样才叫超度 那叫慈悲才能超度 如果你对冤亲在主 他没有一点真实的悲心 而且最好 因为他们是无形的 你跟他感应是心用心 你没办法请他跟他讲话 你的心就可以感动他的心 所以你不能为了活人而要 消除这个冤亲在主 要把他干掉 但我活人才会健康 这样的冤亲在主 你给我记住 你伤害他越大 他反弹你越大 你要马上说 三位儿子 这样 所以 来 跟我 跟我 我爱你 你要勇敢 所以你不能说 我帮你写写 你走吧 所以 因为要让他进入你的心 透过进入你的心 而进入极乐世界的心 请记住我这句话 念阿弥陀佛要用心念 因为你把你的心 融入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进入你的心 你要把那个最痛苦 你恨的人 用慈悲的心 进入你的心 有你的心 才带他去极乐世界 再念着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儿子 冤亲在主 三无差别 如果你对儿子好 然后想要赶快赶走 他的冤亲在主 那是不行的 所以叫一心 没有恶心的 去念佛 平等一切 接受一切 要这样去观呢 所以我想 我们用这个方法 这个世界 自古以来 多少女人 抱着小孩自杀 为了感情 在古时候 有多少女人 被一个男生 睡过以后怀孕了 这个男生不认他 他恨咬的牙 跳井自杀 抱着小孩 怀孕 多少这种小孩 所以这个时候 那你要怎么去帮助他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是很用功的时候 你要把他观想在你面前 他现在快死了 他儿子也死了 他现在挣扎 你要用心跟他说法 虽然我们在美国 还有在台湾 但是你的心 透过佛力的加持 可以到达他的内心 要跟他一起说法 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劝各位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不要光嘴巴念阿弥陀佛 而是用阿弥陀佛 对众生的悲心 来念阿弥陀佛 现在讲到这个实力 这个母子正在挣扎 小儿子已经死了 我们要为他念阿弥陀佛 你要用阿弥陀佛的心 安慰他 照顾他 告诉他 体悟他的苦 他真的很苦 而且小孩子死一个 其他在旁边挣扎 妈妈知道更苦 你要一直有这种悲心 所以什么叫菩萨 一脚踏在火灾现场 一脚踏在净土 所以你是一心念佛 但是你又跟他合为一体的在受苦 因为没有苦就不需要佛 所以能够了解对方的苦 又以佛陀的心 让他超越这个痛苦 来安慰他 所以我讲了那么多 因为各位要受戒 我很怕各位说 我受了戒了 但是你没有表现出 一个受戒的内在跟态度 而变成一种骄傲 一种我诚实比较高 这是比较可怕的事情 好 101页 这里面讲的是得道功德 但是我要各位知道了 如果你杀身 那你应该知道道过来了 101页 大吉金云佛言诸仁者 停止修习杀身 得十种功德 何等为十 所以各位 事实上 看经典就是受戒 当你看了 你要马上决心这么做 甚至跪下来顶礼 然后马上变成菩萨 你把你不杀身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也愿众生 皆能够得乐及乐因 他们也懂得不杀身 而且得到不杀身的功德 更希望所有众生 以这个功德 吸发菩提心 同生极乐国 所以第一个 余诸众生得无所谓 所有众生看到你 都不会畏惧你 倒过来 如果你这个人 还有杀的心 那所有众生看到你 都会怕你 了解吗 会怕你 那这里面我要 特别强调 希望各位做一个 任何人都不会怕你的人 好不好 有一种女人很笨 老公 如果你不爱我 我可能会自杀 讲个难听的 我恐怕你儿子给杀了 如果你不爱我 这个自杀的就是这样 他用自杀来跟他 有外遇的老公抗议 这个是个很可怕的威胁 有爱转恨 但是各位在这一点 千万不行 我在这边讲 真正的菩萨界的杀 不是行为 是心态排斥对方 就是杀身 所以你不喜欢他 这个就是杀他 因为菩萨界最怕 这种对立的心态 对人对法都不能有对立 所以万法平等 第二 于诸众生得大此心 你现在开始这样培养 而菩萨生还进一步 我们要救护生命 那你对所有的众生 所以我很喜欢在网路上 我现在请一些人 我自己也在想办法 把这些好的爱护动物的骗子 对不对 这些不一样动物相爱的骗子 然后收集好 所以或是小孩子 很久没看到妈妈 这种快乐的样子 要把它做成影片 真实的让别人去感受到 什么叫磁心 快乐 给众生快乐 所以就像各位看影片 一个男人娶了太太 这个太太是离婚的 然后他带了女生 然后这个做爸爸的 虽然是继父 但是呢 他有这个同情心 一定是过去是自己的妈妈或女儿了 对不对 所以他很希望这个女孩子 真心的接受他这个爸爸 然后那个女孩子满18岁了 就去政府那边申请一张认养书 对不对 他愿意接受这个爸爸 成为他合格的父亲 各位看网路 那个爸爸打开来都会哭了 对不对 都会哭 因为他这个爱不是这一辈子的爱 很多男人去跟一个女孩子结婚 他有小孩 实际上爱上了一个小孩 你一言果报 这个小孩是他过去世的太太 或女儿或儿子 所以他会两个一起爱 但是他被接受的时候 他心里就很快乐 所以我想就像一个 各位看那个影片 一个女孩子 他在那边忙 突然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 我有一次看一只片子 他女朋友是急诊室的救护员 然后他男朋友为了给他求婚了 就装成生病的 正在流血 你朋友急了钥匙 急了钥匙 我居然是他男朋友 到里面 到里面突然 明被打开一束花 我跟你求婚 那女孩子打他 打得要命 意思是说你害我 差一点害死我 担心你 然后这个叫佛法 佛法叫哪里的 念下来 佛性展现出来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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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 我发觉有人学佛 是学在嘴巴里面 学在眼神里面 没有学在心里面 当然心是真心 还假心 还要分清楚 假心是喜欢 是一种欲望 是一种执着 真心是一种妨碍 是一种平等 快乐 拥抱众生 那又不一样 所以 但是我只是说 世间是如此 所以各位 如果 现在很多人 跟我问 要不要出家 师父你看 我要不要出家 我说我没问人家 这句话 我问了什么 我一定要出家 你要不要跟我踢头 结果没人跟我踢头 你知道我很可怜 我到跟每个法师说 我要出家 评估的结果 我看你还是不要出家 为什么 你赚钱 你有结婚 太太那么漂亮 又是佛教徒 儿子也很好 家里有妈妈 你不要出家 每个都跑来 告诉我说 你不要出家 后来我自己理头 人家佛头也是自己咔嚓的 我也可以咔嚓 因为我这个是决心 我离家并不是不爱家人 我知道 我太太儿子都知道 我很爱她 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到现在她还在爱我 等了下辈子 因为我没有舍弃过他们 所以我只是因为 我必须出家 但是呢 希望他们得到我的功德 就像各位 你对爸爸妈妈会不会舍弃 不可能 但是很多女人离婚会舍弃的 我先爱这个 我不爱你了 但是佛教里面 不行的 你对任何一个生命都不能舍弃 你曾经爱一只狗 这只狗死了 你不能说我不养狗 我要养的是所有的狗 不但养所有的狗 要超度所有往生的狗 有狗而雄 你要扩大 所以我想 余诸众生得大慈心 这个大 就是代表 你希望所有众生都快乐 事实上 你有没有守这条戒 要从你的像看出来 有些人是压抑自己不杀身 了解吗 但是菩萨戒的不杀身 是由内心里面的不杀身 我们现在讲的是菩萨戒 而不是外表行为上的不杀身 看到人就很酷 有一次我去一个寺庙 他们真的很保护蚂蚁 用一条线 用什么保护它 然后有居士走过去 不小心 好像有没有就踏到蚂蚁 那法师就骂它 我说法师你怎么那么凶 踏了踏蚂蚁 我说法师你这个凶 超过杀死几千只蚂蚁 因为你的心有杀气 虽然它行为错 但是你不能这么骂它 那居士被你吓坏了 你应该说 小心一点 OK 阿弥陀佛超度一下 对不对 那就是老和尚就是这样 老和尚真的是这样 那年轻人 把他骂到天亮 不原谅他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这个叫杀心 所以佛陀讲得很好 如果你有贪嗔痴 时时刻刻在杀众生 你找一个女人 谈恋爱是不是在杀死她 让她自杀 因为这个爱欲 是她自杀的因 你生一个小孩 是不是在杀她 你生就是要让她死 生一个死一个 所以因为你有贪欲 所以我想 菩萨为什么必须 从内心里面转化自己 无有贪嗔痴 第三 断恶习气 那你生生世世 就不会想要去伤害众生 连那个想法都没有 别人告你杀你 有时候人会幻想 我小时候会这样 我小时候如果被欺负 因为我小时候长得比较好看 又会读书 演戏居然叫我去演女人 你看我可不可怜 然后不但就叫我去演 然后被欺负 那以前被欺负的时候 我就 我不会去打对方 但我就会幻想如何打她 那事实上 这个在佛教都犯戒 这个叫杀心 当你幻想如何去报复的时候 她已经在受苦了 如果你有威得力 如果你有护法神 就像你有一只狗 她马上过去咬她的 所以各位要决心 把这个伤害众生的习气 断除掉 那 我有一点要强调了 并不是说 我已经守不杀生计也就算了 每天都要念一遍 而且要念 我从今以后 保护所有生命 救护所有生命 永不间断 这个叫持续的 不杀生 而不是 受一次 然后就跳到第二节 现在很多人修行 佛法是这样 受完了 我要第二 我要第三 我要第四 这只是她的踏板 因为她已经离开了动机 是天天不伤害众生 天天救护生命 要这样去理解 第四 少诸病 因为没有杀气 那当然冤心在主 就不太容易靠 老实说 我问各位 你看海盗法师 还有没有杀气 那你没他心通 有 我都是这样问的 我不是客气的 有 所以我自己要 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我的习气 过去都是这样 送去断头 这是我的习气 把他干掉 这个习气很强的 虽然我没有亲自动手 但是我这个利益 不好的力量还在 那因为如此 所以你要每天 告诉自己 所以我为什么 每天要放生 救命 全世界各地 能够救的 尽量救 但是各位 这个放生 这个事情是好事 但是不要炫耀它 不要故意上在网络 脸书 大家来看 因为反对的人 多于支持的 我们默默醒上 默默随喜 这样就好了 当然了 如果救狗 我就放多一点 救牛 就放快一点 救猪 谁会讨厌 他们还打电话 问我 师父你放生 哪有把猪 我说放生 不是把猪放在海边 猪是放在我们 护身里面 真的还假的 你们这个桌子 真的 真的啦 没有骗你 我把相片装给他看 我们养他一辈子 你要不要帮忙养 放生容易 养猪一辈子可困难 很多其实 师父放一身 一只猪多少 八千 他就付八千 后面都不付了 后面都不付了 后面的钱比你前面还多 我们在欧洲养一只马 一年要 一年三千块美金 因为这个马 你自己没有地方 你要救它 那你就要委托给那些养马的人 对不对 养马的人 他就 这个就 问题就大了 但是你不能不救 你不能说 那么贵 我不要救 这叫因缘吧 你碰到 你就要负责任 牛也好 马也好 猪也好 这个那么贵 不要救 当然能救的就救 然后贵 只要你能力所及的 房子也要卖 好不好 救吧 这个就是 休息这个不杀心 所以不杀生人 少租病了 为事决断 请记住 牟尼两可的人 就是有杀气 信心不够的人 就是有杀气 因为 这个不杀生 让众生无部位 你就会产生 做事情 一二三四 非常清楚 不会怕 所以并不是 我们光守不杀生而已 而且不杀生到底 第五 得受长命 当然我们都会想给众生 愿 来 愿见我闻者 得长寿 得安心 所以我们为了众生 自己要这样做 比如一个故事 各位听过了 有一只鸽子被追杀 然后他们 这个鸽子还很聪明 设立佛站在那边 他就 跑到设立佛的脚下 这样 因为设立佛是一个慈悲的人 真的空性的 后来佛陀又走过来了 然后 这只鸽子又马上 跑到佛陀的脚下 然后他在设立佛的脚下的时候 还在发抖 然后走到佛陀脚下 全然像回到妈妈的怀抱一样的 安全 那设立佛就有一点不满了 我说 佛陀啊 刚刚鸽子到我这边 他很安全 但是他发抖 为什么到你那边这么平静啊 这个就是阿罗汉不知道佛是什么味道 所以佛陀说 设立佛 虽然你正的空性 但是你累死杀的习气还在 你看一只鸽子都可以感应到你的习气 那佛陀呢 他已经断除这个任何一个害杀众生的习气 完全的接纳他 所以各位不能有条件的爱对方 了解吗 不能有条件的跟对方定什么合约来保护自己 这个社会已经变成这样了 做什么事有条件 不然他就要告你 因为有一个副作用不行 第六 为非人护持 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来 从今日 来自敬畏来寄 吾有杀心 吾有杀业 当然种种的因缘果报 你都把这个断除掉 连想说我怎么报复他都不行 我承认啊 我有时候被欺负的很厉害 我现在很少人欺负我 就是粉丝欺负我 知道我现在出家了 没刀没枪了 对不对 所以他要跟你骂骂 我也没办法 所以 有时候心里 还是会 有时候 有一点痛苦 真想要把他 这样一下 所以 但是那个叫杀心 这样就不好 那你一这样 你的护法神就跑掉了 有个护法神 他就要像佛陀一样 佛陀打坐的时候 鸟窝在他头上 结窝要生蛋 他已经想要出定了 脚都酸死了 可能饿死了 不敢 知道吗 等他鸟夫完蛋了 飞走了 他才出定 所以 要这样忍 要这样忍 因为 为了守护对方 不敢动一下 不敢 就是说旁边有一只跳蚤 连翻身都不敢 就像红衣大师 要坐椅子 一定要拍拍 万一有什么小跳蚤 蚂蚁 检查得清楚 他才坐下去 红衣大师的身体烂 烂到有一只小丑 一般人就赶快拿消炎药 他怕这个小丑一出来死掉 他就慢慢烂 烂到小丑变成有翅膀飞蛾 等它走了 OK 这样 因为不愿意伤害他 无助菩萨看到一只狗 手上腿上有很小多虫 然后他为了救那个虫 就用什么蛙都不对 各位都听过这个故事 后来想一想 最柔软的不会伤从 就是舌头 用舌头吸它很烂 有那个地方 把它慢慢吸出来 吸出来以后又怕虫死掉 割自己一块肉 给小虫粘在上面 因为这样 看到迷的菩萨 而不是在动你闭关 十二年修慈心 修慈心却没有慈心的展现 所以因为这样 见弥勒菩萨 原来那只狗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要你 修慈心是在那种状态 不嫌弃对方的接受对方 所以那这样 感动护法善神 何况是诸佛菩萨 再来勿蔑安稳无诸恶梦 所以没有对立的念头 那就好睡觉 第八 无诸烟愁 那你身上就比较少 这个冤亲在主 像我自己老实说 我常感觉有一些冤亲在主 因为我有那个心态 还没有断除 所以 譬如说我这辈子出家 可能还不错了 但是我下辈子 换我去做军人 搞不好为了打仗 我还会拿一支刺枪 刺死对方 因为我为了完成我的任务 这代表我的杀 这种习气还在 在不同身份的时候 可能会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 那各位你现在就要开始 在你的周围 不能有不喜欢哪一个人 批评哪一个人 你要 你要开始吧 这个不是 当然佛经所说的 所谓得到这个功德 并不是一功表面不杀身 而是他 这个不杀身的忍 他已经重新接受 而且 像佛一样的心 来自敬畏来寄 发这个愿 那这个功德 你就会百分之一百的得到 感应到 光一个不杀身 第九 不畏恶道 因为 没有做小偷的人 也不怕警察 就是说 你不会堕落地狱道 鬼道 出生道 所以 如果能够修习 他为什么要翻译 不直接写停止呢 这个习是心态 所以翻译的主师 故意用修习 哪有人讲修习杀身 就写不杀身就好